我当然填入那个品名之后 它会自动带出它旁边的那个编号跟它的单架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切吗 OK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如果当它里面有资料 当它里面有资料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才会触发 OK 所以理论上呢 当然我们如果要撰写VBA程式的话 不是用函数的话 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 先判断一下里面有没有资料 如果里面有资料的话 才去做什么 后续动论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从这边开始吧 把这个里面的工资先减下 减下之后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是什么呢 如果 什么呢 就是 如果当前面这个储存格 假如呢 它等于空的话 等于空的有几种 有几种判断方式 当然你可以用 里面再包一个函数叫IsBlank IsBlank的那个函数 也可以判断 这个里面是不是空的 你可以打一个IsBlank 打一个Is Blank 小瓜糊 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用IsBlank 这个打错了 IsBlank OK 那不过我比较不是很推荐用IsBlank 因为IsBlank 第一个字打的比较多 第二个的话呢 我之前遇过就是明明里面是空的 但是它却判断不是空的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放了一些什么 奇怪 反而用第二种方法 比较简单 等于什么呢 等于空的 这样来判断的话 反而出错的几率 好像比较没遇到 两种方法判断什么 如果里面是空的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再把刚刚的公式贴到底下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里面如果没东西 那我就没东西 如果它有东西 那我就有东西 按确定 那你可以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喔 如果你前面这边都有的 那你底下有没有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喔 如果这边是 这边是空的 那这边有没有空的 如果这边下拉清单之后 你会发现17就出来了 有没有 向下拉 这个就出来了 第一个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先判断一下它前面有没有 它的这个B栏里面有没有资料 如果有资料呢 才把需要的资料带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是增加了一个 从那个A2开始 做一个逻辑判断 把刚刚的公式先减下 贴到FORCE FORCE意思说呢 不是空的啦 如果B2等于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我就是 再把那个编号给带过来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啦 那第二个是 呃单价的部分也是一样 呃单价应该放多少 那其实应该怎么样 也是跟它有关系嘛 也就是说呢 我刚不是建的一个品名对照表 用VL函数去查 里面的把它的单价给带过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那这边 这边其实喔 其实可以全部都删掉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 呃先用VL函数先做好了 VL函数 在检视于参照里面VL函数 查什么呢 查它的前面这个 去哪边查呢 F3 刚刚有个品名对照表 去品名对照表里面查 那查一定查第一栏 查它的第一栏 有没有玩具 有 那把第几栏带回来呢 把它的相对应的第二栏 把我带过来 第二 一二 OK 把这个第二栏带过来 比例的方式呢 完全要比对 输入零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案确定 向下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啦 如果你向下填满 就会出错 因为旁边没东西嘛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 再把VL函数这个解下来 做什么呢 一样跟编号的做法一样 插入一个什么呢 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 一样是一幅 如果B2 等于空的话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呢 就是贴上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当然喔 有没有这个地方啊 如果他空的 他也是空的啊 所以就不会产生错误 那这样子的话 向下填满 不过这种做法会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就是呢 如果你像我刚刚比如说下拉 拉到30列 可是31列没有往下拉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怎么样 不会有任何效果 那怎么办 你想说 对喔 那不就是 直接刚才全部填满好了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爱拉下去 不过会有个问题啦 就是说喔 会浪费很多空间 所以之前有同学 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他发现以色尔的档案喔 突然 爆 容量爆增 为什么 因为他要放很多公式 在预设的出生格里面 比如说你可能预设增加到1000列好了 那你就无形之中有1000个公式在里面 一栏有一个的话 那如果你10栏 我就再乘以10 喔那这样不是 所以这个方法当然是第一个方法 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 你需要把它改成VBA OK 那VBA该怎么改啦 这个当然我们后面会讲 一般坊间的书籍 好像也都没看到 这个是实际上我们 我用我实际上操作 简单的方法 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 好那这个地方我想 我们先拉到30好了 反正做个demo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如果输入那个数量 帮我带出什么 带出小记 那所以小记的话 你这边预设 这边已经有公式 那一样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那个什么呢 他前面这个等于空的 因为他是跟着那个 小记走的 如果他没有 那他就没有 反之就是相乘 才把相乘的结果帮我带出来 所以这个一样把它往下填满 那我们练习先到30好了 当然底下 未来你要怎么增加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然后这边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呢 就可以试一下 这边输入50 Enter 然后在这边再增加 至少感觉好像已经有了 有这种感觉了 可是他的缺点是说呢 就是你做到30之后呢 31那就会出错 那变成你怎么样 又要再继续往下拉了 那这样的话 无形之中会浪费很多的储存空间 是在储存空白的公式在背后 有没有像这个是 里面其实是一定要有公式 一定要有公式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啊 不需要这个东西 而是当他改变的时候 自动丢两个东西过来 当他改变的时候 自动丢一个公式进到里面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会需要了解VBA里面的一个叫 工作表 有没有 这个工作表的 哪些哪一栏 比如说B栏 或者是D栏 B栏或D栏 他里面的资料改变了 那我才去做 那个程式的执行 OK 程式该会 逻辑是这样的 可是怎么去把程式给写出来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所以刚刚第一个 先编号做逻辑 如果他空的 那我们也是空的 那关键是把这个剪下来 放在逻辑里面 然后单价是利用品名对照表 所以记得我这边有一个清单里面 有一个品名对照表 那利用VBA函数 去把资料查回来 那先下拉一下 那数量这个不用 小计的话也是一样 本来是C2乘上D2 这两个相乘 那也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数量是空的 那他也是空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在这里的话 主要是了解 如果你将来需要在那个Excel里面做输入自动化 那当然第一个是 做那个所谓的函数的方式 的那个自动化 但是函数的自动化有个缺点 就是呢 他会增加很多的不必要的公式在背后 不会有没有人这样做 有 很多人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写VBA嘛 你不会写VBA 那你就只能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当然不是 可是在没有最好的方法 你不会其他的方法的时候 那你也只能这样做啊 那其实真的还蛮多人这样做的 可是有的人会担心说怕被人家知道说背后已经有藏了一些工资 他其实可以把他保护起来啊 隐藏起来比较好了 隐藏什么 隐藏公式啊 比如说你拉很多道 你可以把整栏都保护起来比较好了 别人也不知道你里面已经有设了公式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我刚刚讲的部分